各位这台行车记录器车祸纠纷几乎都能够搜证 因此呢现在的驾驶几乎人人一台 但要怎么买才有保障呢 来看我们的追踪报道 不管是重大车祸还是打架纠纷 只要有一台行车记录器就能还原现场 行车记录器驾驶几乎人人一台 市面上从百元到千元 有的强调超广角 有的标榜高画素 但专家提醒 电视购物上说的天花乱坠的高画素 可不一定是真的 百万是所谓的静态镜头 如果以目前的技术规范来讲 动态只有到两百万画素而已 仔细看哦 正确的一百万画素 1280x720车牌非常清晰 但这个1280x960车牌确实模糊一片 可能就是说有经过处理影像处理过的 但事实上直拍的影像是会随着车子 晃动 到底行车记录器要怎么挑 专家教你首先要选大厂牌 解析度至少要有一百万画素 广角一百到一百四十度最优 夜间摄影则选低照度 因为红外线会有玻璃反射光圈 不管是从店家还是购物台买回去 两大设定千万不能忘 循环摄影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 定期格式化最好一个月一次 比较容易当机 比较容易机器会损坏或是不开机 或是录一录它会自动关机 专家建议购买新车记录器 还是眼见为凭避免争议 中文学院陈思源林军台中采访报道